现在新能源车代替燃油车 占领市场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以比亚地为首的国产新能源车 提前11年完成了咱们国家新能源战略 国产车这个百分比的渗透率 超过50%就是 原定计划是2035年超过50% 今年才20已经超过了 上个月就已经超过了 而且在五月份刚刚过去的上周 上显率达到了50.2% 听清楚啊 是上显率 这说明什么 实实在在地买车了 然后去上保险了 听懂吗 那还有那些买完车 那个七天十天之内 他不能上保险的呢 也就是说 实际的这个渗透率啊 要远远超过50%了 听懂啥意思吗 上显率就是已经买车的上保险了 还有刚买完这几天没上保险的 如果加起来 百分之百超过50% 人在买车的时候会权衡利弊 新能源车 外形帅 内饰豪华 空间 科技配置高 续航还长 更安全 是不是 然后那个用车 这个成本还更低 动力更强劲 部分二三十万的 还能让你体验都超宝的感觉 谁还买燃油车呀 再说了中国啊 是个石油进口国 咱们这个油不太多 无论是为这个这个国家省石油 这个省下这个战略这个石油储备 还是这个造福人类少排点尾气啊 为这个人类子孙后代造福这个绿色健康新能源这方面 都应该支持咱们国产的新能源车呀 如果现在谁还说 那个燃油车好 新能源车不好 我就怀疑两点 第一点 这个人思想落后 没跟上时代的进步 第二点 就故意带节奏 是不是罕见卖过谁 从阳卖外的点 我就会怀疑 你现在上大街上去看看去 你上大马路上去看看去 何止的新的燃油车 包括这个有一些国产燃油车 新车啊 一点都不多 很多新车都是新能源车 以比亚迪为首的 唐宋元秦翰 腾市的 那个放空包系列的 对不对 什么那个魏晓李 对不对 就包括很多很多车型 都是国产新能源车 就算是一些外国的车 这个那个传统的呀 你也会看到很多这个新能源车 电车和混动 你反观再看一下 这个什么传统的日系 德系 BBS啥的 你很少能看到是燃油新车 你也不用跟我讲嘴说 那大道那一堆核子车 你瞎呀 你好好去看看那是哪年买的 听明白吗 听懂啥意思吗 所以说 谁要是再嘴硬说是 这个燃油车是主流 那你就是思想没跟上时代的变化 为什么大道很多燃油车 那买完了 他也不可能 不可能说是给他冷了报备 他得继续开 所以说你得看趋势 最近五年 中国新能源车 这个销量啊 增长了十倍 你能看到的新车全是国善新能源车 几乎都是 听懂吗 就不要嘴硬了 所以说最后下定一样 这个中国的新能源车 电车和混动 替代燃油车已经是板上定顶了 但是那个燃油车不会马上退出历史舞台 他会慢慢慢慢慢慢的 那些核子车竞争不过 没有什么技术 没有我们技术先进 竞争不过 打不过就会选择加入 所以说你就会看到 慢慢很多的人 用比亚里的混动系统啊 或者是用华为的自驾系统啊 那基本上他们就都投降了 这是趋势 是历史的潮流 是不可阻挡的